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8月份的延伸富貴機為大家示範了兩種 一個是扮機沒有切塊的 另外一個是有切塊的 本來我想要帶大家做的是港式豹仔飯 但是可能沒有每個人家裡都有土鍋 所以我就把港式豹仔飯拆開兩個 先做雞肉的部分然後再做吹飯的部分 綜合菇呢我個人非常喜歡 因為它保存就真的很方便 那你要用的之前呢 你就把它浸泡水 把它泡開 這邊看到我用了生抽大概20ml 我又指給大家看喔 然後鹽曲一大湯匙 還抹一點黑胡椒 然後倒一點點味醂 我在這一道菜的 它的調味就用了這些 生抽 黑胡椒 鹽曲 就這樣 然後沒有再加鹽了 然後切蒜頭 因為蒜頭會增添它的香氣 把它切碎切小就可以了 在這裡呢 我還用了一點點的明谷粉 一般來講可能會抓一點麵粉或者是太白粉 但是其實明谷粉非常的好用 我會在9月的課程呢 帶大家做明谷粉的應用料理跟烘焙 然後你看這樣把它抓一抓拌勻 然後我有再磨上一點點的薑泥 因為我想要做港式豹宅飯的那個 北菇滑稽的口感 然後我大概把它放進去冰箱冷藏 大概醃漬一個小時左右 我醃好的切塊的富饋雞呢 就先下鍋煎 把它煎上色 然後放入美人菇 美人菇我也很喜歡它 因為它吃起來的口感真的很棒 而且它不會縮水 然後再把浸泡好的 乾燥菇跟水一起放進去 大家看到這邊有一隻雞腳 那個是半隻的 半隻的雞腳呢 因為我本身沒有吃雞腳 所以我沒有把它進去烤 但是我在燉煮的時候 把雞腳放進去 它會把它的膠質融出來 接下來看我來煮砂鍋飯囉 我用的完全都是 旁邊那一鍋 咕咕滑稽的湯汁 然後給一點點蒜頭 然後再把我的米 放進去 米我有先洗洗 浸泡大概30分鐘左右 然後撈一點點菇過去 你平常在煮飯的時候 你也可以這樣子煮 有時候我會用我們的濃縮雞高湯 下去煮米飯 或者是煮完之後呢 我有時候會拌入我們的 那個滴雞精 都可以有很多應用方式 然後這裡看到呢 我在最後呢 我又再加了石蒙的生抽 它有點類似在去嗆它 那個味道嗆出來 因為我都沒有在加鹽了 同時顧兩鍋 旁邊是吹飯 然後現在的佛索瓜很多 其實佛索瓜很好吃 它就切一切 清炒就很棒了 炒肉絲啊 或者是炒蒜頭 都可以 我就把佛索瓜切一切 跟著飯一起 然後旁邊這一鍋 大概煮20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然後我再放一些辣椒 這樣就好了 然後旁邊這一鍋吹飯呢 我有把它煮出鍋巴來 因為就是要複製港式豹仔飯的口感 港式豹仔飯是把飯跟你的料是 在最後是一起料理的 一起煮的 對那如果我們沒有吐鍋的話 我們就可以分開來做 看這樣的一盤 菇菇滑稽 再切上一些蔥 把它撒上去 這樣的餐桌是不是很美妙呢 而且花的時間不會很長 那主要用到的是我們的延伸富貴機 還有中元節架上現在有特惠的 乾燥 綜合菇 如果有看到延伸富貴機呢 歡迎大家一起支持它 好囉 接下來9月見囉 拜拜